SCP-2662 Kazulu of Kazulu滾出 项目等级Keter 特殊收容措施 对SCP-2662收容重心在于预防其收容单元的未受权闯入 为此站点特决队 Tal9 号战保镖被组建以守卫SCP-2662收容单元 并追踪崇拜SCP-2662的新宗教 特殲队Tal9在应对未受权闯入时 被批准在必要时动用致命无力 特殲队Tal9全体队员需每半年接受一次认知危害影响检测 由于SCP-2662自愿接受收容 当前将其收容在一个加大的人型生物收容单元内 配有低威胁人型生物标准安保措施 详情参见文件 0998-KA 此外允许SCP-2662每日阅读一份自选报纸 并使用一台电脑 每月还可要求获得一款价格在50美元以内的电脑游戏 描述 迫于SCP-2662超过6个月的对象会开始强烈感知到SCP-2662的需求 并产生帮助其满足这些需求的冲动 如果被阻止对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准精神病症状 NCP-2662无法影响MARS心灵影响抵抗指数的得分大于2的人类 NCP-2662次要异常效应 在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批以它为崇拜对象的宗教信徒群体自发出现 每月至少出现一批 这些群体的产生不受NCP-2662的控制 并使其十分痛苦 从NCP-2662产生的宗教团体 一般会专注闯进其受用单元 并进行各种涉及暴力和性的仪式 这些团体表现出高度组织化 并会随每一次闯入失败而做出调整 然而不同批次的信徒间并无任何联系 下面是与SCP-2662相关的不完全事故列表 完整列表参见文件2662之一 事故2662-07 于2003年 一个名为朝向赞歌的宗教团体 成功闯入SCP-2662的宗间 事故2662-07既无宅咬 22时50分 NCP-2662正在洗澡准备睡觉 医生去响传来 NCP-2662受用单元下方的地下发生爆炸 22时51分 五名受伤平民从爆炸后的洞爬出 NCP-2662停止洗澡前去查看 22时52分 特工 和 通知特检队淘奈有人闯入宗间 他们试图阻止最初的五名平民 但五名武装人员跟着闯了进来 22时56分 在短暂的抵抗后 特工 和 被平民制服捆绑住 受伤平民走进SCP-2662 为受伤平民用刀刺进自己的手掌 开始自卫 之后用提议和协议的混合物 在墙上画下了一些不明符号 22时58分 ICP-2662在看到符号时突然呆住 受伤平民将其逼入洗澡间的角落 22时59分 受伤平民开始从伤口挤出血液 一边唱歌一边把血往ICP-2662身上磨 执毒啊 停下来带头啊 我不在刚试管上啊 23时0分 特遣队套奈抵达收伤单元 成功制服所有平民 并把SCP-2662带往临时收伤间 等待修复完成 事故2662-43 于2005年 一个名为被许配置的宗教团体 闯入SCP-2662的收伤间中 事故2662-43记录摘摇 80-22分 SCP-2662正在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 80-24分 安保寝卫和一名研究员 一起进入SCP-2662的收伤间 研究员拿着一只小猪 80-25分 有什么事吗 80-26分 哦 无主啊 请接受这父母刚刚被屠宰 而成为孤儿的纯介乳猪吧 让他灵魂的失落成为您的食粮 研究员 接着当着SCP-2662的面 淹了这只小猪 并将猪生殖器放进SCP-2662早餐里 80-28分 哦 不用了 谢谢 我保了 回家去吧 你的啊 哦 猪很喜欢你的线 特检队掏奈被告知发生闯入 80-29分 SCP-2662试图继续看报纸 研究员 切开猪的喉咙并将其练到桌上 协议见到了报纸上 80-30分 我 搞什么啊 那个 你这不能是不定先进去的吗 真的 真的需要怎么做 SCP-2662放下了报纸 一旁的行为拔出手枪将研究员 抱头处决 之后开始吞噬他的尸体 80-32分 SCP-2662离开现场 跑进厕所里开始有吐吐 80-34分 特检队掏奈赶到 把SCP-2662带往临时收拾间 拘留了首位 调查后证实 这些涉事人员是有平民假扮的 真正的情味和研究员已经下落不明 事故2662-78 于2014年 由低检员和两名特检队 掏奈队员组成的未命运宗教团体 传入SCP-2662收入监中 在对事故2662-78进行更多重审后 已将SCP-2662重分集为Keter 事故2662-78既无摘要 40-07分 SCP-2662正在床上睡觉 40-10分 特检队掏奈被命令全体外出执行任务 然而特检队掏奈却违反指令 留下4名队员看护SCP-2662 40-15分 两名留守队员袭击了其他两名队员 并将其所入未使用的收容间内 40-20分 一辆货运卡车来到收容SCP-2662的站点 40-25分 两名留守队员从车上带下一群第击人员 带领其前往特检队掏奈的军械库 40-30分 第击人员和留守队员持武装 闯入SCP-2662的收容间 40-31分 SCP-2662被侵擒 庶民地击人员守住出口 其他急在走到外 还久了 我要走了 下周期的命运有预定吧 40-35分 两名留守队员特工 和 开始拖下未进行守卫地击人员的衣服 40-36分 SCP-2662试图通知特检队掏奈 但没有回应 40-37分 特工 和 开始在滴检员的臀部和大腿上刻下符号 滴检员在被刻上符号后开始群交 40-39分 真正干嘛 你没什么人真的 现在 说真的你们就不能找个其他神吗 我请说红角的死我破 D99-304试图把SCP-2662拖入群交中 少了群交 我认真的 就没有人群交 40-40分 所有参与群交的地减员停下动作 转过头 盯着SCP-2662 特检队赶到站点外的会合点 却被告知并无任务 特检队掏奈开始赶回Site 40-41分 40-42分 在写之带生仪式后 我们将带您向往您的圣索 我们 我们的族人 我们的士气 将在那里永远侍奉您 这些人拘禁了您 和我们在一起 您可以去任何地方 40-45分 你在挑一招吗 我上去哪里就会去哪 让我出一项就行 让我 D减员又开始全交 对啊 苏联 听见 你一定要办法的事吗 我还没准备好最少医生 我才只有 差不多两个胎子而已 不算当成年 40-46分 您真的觉得 基金会会让你想去哪就去哪 好的 您当然可以问他们 但您一定会失望的 不住 40-48分 很好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可以一直等到自己前的淋雨之星突破 在这期间 我 我想去射速等下 其他人就是你的淋雨肩的鞋子不会吧 SCP-2662走进淋雨间打开了水龙头 在事故解决前一直在其中 以上就是SCP-2662 简单说 SCP-2662有着类似克斯武的外表 但内在却少了一个普通人 与SCP-2662接触过久的人 将能够感知到 SCP-2662的需求 并会有冲动想要满足他的需求 此外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一群信奉他的信徒出现 并在他面前进行各种充满暴力和性的仪式 虽然无法接受这些仪式的 SCP-2662感到很痛苦 因此自愿被收容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 SCP-2662有点可爱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乱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